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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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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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這件事出現,除非有人放風放了出來 所以現在他提出這個任面,對四個人的任面 很明顯是張德光同意的 然後才澄清國務院,那是一個手續 因為始終要得到黨的額頭才行 那你黨主管香港事務,那就是張德光 所以很清楚一定是得到張德光的手行 那張德光當然是自己背了 張德光這些換人,要不要去問習近平呢 我猜就不需要了 那他可能會在他們的回報裏面說 但是,是不需要去到習近平那裏 如果去到習近平那裏,那整個中國這麽大的地方人士 每次都要這樣 現在只是搞過這個股票市場的頭暈 哪有時間理會這些 那我又要講另外一個分析家,叫做陳經翰 陳經翰在一個節目裏面和QJ的節目裏面 他就認為,抄襲這兩個人 跟中央是有交換條件的 中央要他搞好今年年底區議會選舉 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就是為了這兩次選舉 就是拿著這兩個人做條件 那如果用這個說法 兩次選舉如果失敗 建制派是輸的 那他是不是要人頭落地呢 輪到他 這個呢,我就不敢說 大班這個分析 或者他是不是收到封,有沒有錯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用常識來看 你梁振英是什麽本事搞好兩次選舉呢 你梁振英是什麽能量 令到建制派在這兩次選舉大勝呢 請問,有很多客觀的因素 你梁振英本身就是選舉的負資產 是不是 就是如果大班那個分析是對的 共產黨也算蠢 是不是 他要炒兩個人 交換條件就是可以 你炒兩個人 那你兩個選舉 就是要搞到它次無次讓 堆倒一些法民主派 那你就有功了 那你炒兩個人 就沒問題了 答應你 大哥 他有什麽能力 會令到建制派 可以在未來這兩次選舉大勝呢 證明 他本身就是這兩次選舉的 負資產來的 就是等於梁振英 就等於馬英九之於國民黨 大哥 好 這個建制派要贏多些選票 最好就是跟他屌區隔 就是等於自由黨他就會贏了 是不是 自由黨一定會 如果他全力去參加這個區議會選舉 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他一定會比上一屆的進場多了 我現在告訴你 所以如果這個是用一個常識來看的話 自由黨會有機會突圍而出 就是因為他沒有walk out 因為他現在下下跟你撐到行 是不是 喂 那不就是 證明了梁振英 是選舉的負資產來的 是不是 當然大幫那個說法 又可以這樣理解的 就是 不管他是否負資產 總之中央就要責成 你屌你這次選舉 千方百計都要搞定他 不是 你正如以前前那個 就是 政制官方 那樣 你很苦和我加點他 不過最好最後你搞不定 那問題就是 很多事情 如果你看共產黨 對香港的政策 或者看現在這些事件 你不能夠單純從常識去看 是會錯的 你從秘聞那裏看 沒有什麼秘聞 共產黨不會告訴你 什麼東西是秘聞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又不要猶豬 就是 早收三日風 扮演專家那些 好像李維寧那些最厲害 就用這些 是不是 每次都錯的 是不是 你不需要用常識 用常識是會落空的 你真是猜不到 很多事情 很簡單 曾德成 土共 根正苗紅 那為什麼可以解僱 那為什麼可以解僱 為什麼 共產黨 會答應你 就是 梁振英 如果 你用常理來講 每個人都 用常識來講 每個人都會不認為 沒有可能 對不對 你解僱鄧國威有可能 那個人是一個公務員 你看他不順眼 你解僱他 OK 但是曾德成 根正苗紅 是嗎 那你解僱他做什麼 不通的 如果用常理來講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 這個契弟 那種 善鬥 和捱癡必報 是不是 喂 他不妥理曾鈺成 又不妥理曾德成 其實他不只是不妥理曾鈺成 他都不妥理曾德成 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一定可以邏輯罪名 你這個青年工作在他手裡 就搞到一坨糞 是吧 就是香港現在 人心未回歸 跟民政事務局 有莫大的關係 是吧 諸如此類 這樣 他要整走你 他當然要偏造很多理由 然後 其實 張德光 都未必要聽你的理由 你說要 是不是 那你認為 你要解僱他們兩個 你才可以 有效管治 那我就答應你 答應你 會不會開一些條件 好像台北說的 搞好兩次選舉 他一定是 來行公囑 香港就靠你了 我們香港的穩定 還有未來這兩次選舉 要多加注意 務必要讓這個愛國的人士 愛國愛港人士 在這個選舉裡面 得到優勢 我都會說 真的 真的 是吧 那是不是叫交付一個任務給你 不是 是吧 所以我 我聽完他那段 講到殺有戒事 那我就 我不敢說他完全不對 但是我 我又不是用常識來看的 是吧 但是這個人 你看他的往績 還有過去這三年 他的所作所為 他的言行 他對建制派來講 是一個飄狂毒藥 來的 在選舉來講 絕對是飄狂毒藥 當然不是他走出來幫人助選 而是他要等多些資源 是吧 扔去地區 讓你的人 派多些東西 是吧 那 可能 即簡單說 利用政府的資源 政府的資源去做 因為他有很多說法 就是找劉光華就是這樣 就是 劉光華做 他就 因為他掌握這個 那麼多區的所有的DO 都是他管的 是吧 那麼他掌握這個地方 地區的資源 是吧 那由他去做 那難道爭得吃不懂做什麼 不過可能呢 和杜白佳 在一個具體執行上 有些少少 有觸摸大分歧 那麼 假設這個劉光華 就 完全是一個Yes問來的 不過我猜的 我不知道的 這個 這個真是雞虎鋼上鋼 就變成八幻 這個都是 所以要講運的 你明白嗎 他自己都想不到的 我告訴你 我跟他談過幾次 他自己想不到的 是吧 喂 你選這個立法會輸了 是吧 又不會想到自己輸 結果輸了 是吧 輸了就是這樣 是吧 是吧 安慰長 安慰長 做這個 民政事務局 他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就八皮人工而已 現在加到九皮 OK 跟著做這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副局長 十八萬三千 現在呢 就二十八皮 哈哈哈哈 真的 是吧 論人工都三級 跳 跳到好離譜 是吧 爽啊 這些就真的 做得多久 得多久 爽到不得了 一年一年兩年兩年兩年 是吧 雞烏江上江 是吧 所以 有時 不恨得那麼多 是吧 人就是 他有這條命 沒有辦法的 還有啊 他以前民主黨的 港同盟 港同盟 哇 大佬真是 這一個這樣的 跟曾德成對比 真是 哈哈哈哈 所以 你還有什麼愛國 哈哈哈哈 愛黨 是不是 那個根正苗熊 坐牢 對了 中學 即是 高中時代 派全單 反殖 被人抓去坐兩年牢 是不是 還有他增加 真是 暴動的時候 真是 真是去反經抗暴的 又是 是不是 有沒有放過炸彈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 還有個妹妹 是不是 都是愛國愛黨到不得了 是不是 即是 吸收了 這些被共產黨 已經吸收了 那時候 那一比較之下 哇 這個人 以前是 民主派 是不是 是不是 在這個沙田區 民主派 跟著 就投靠這個民建聯 結果都做到副主席 是不是 入了這個行會 最高峰 是不是 跟著 這個超級區議會 輸了 李慧琼贏 他輸 是不是 他輸給何俊仁 那有一說就是 就是 為了報答這個民主黨 支持政改 所以 這個位置 是禮讓給何俊仁 那 好了 既然沙華仔 這麼委屈 給我副局長 你做 做副局長的時候 他都沒有想到會做局長 大哥 所以 民建聯 真的是 執政黨 當年 蘇錦良 又是副局長 變成局長 蘇錦良 是民建聯 OK 劉剛華 民建聯 現在已經有兩個民建聯的局長 曾德成都入了民建聯 曾德成都應該有民建聯的黨籍 是不是 所以人比人 真是比死人 那你們兩個一比較之下 大家就很無人 不過呢 我們看到這件事 其實都不是這樣可以收課的 因為 你看到香港的土共的陣營 都有不同的聲音 慢慢大家過幾天再看看報紙 我看看吳康文寫什麼 是吧 吳康文那些 就一定是說中央 是對的 也都會為這個曾德成抱屈 抱屈是什麼呢 就說有報紙說他 青年工作做得不好 什麼什麼 這個就真的不是事實 他都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很大可能就是 這個梁振英要改組政府 那就徵詢了這個曾德成的同意 那他又落於退休 那些人無謂多作揣察 那這些呢 就屌你想好 典型共產黨奴才那些口文 我告訴你 我現在幫他作 都可以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看吳康文這個老賊怎麼寫 他跟曾氏兄弟的關係這麼密切 是吧 有可能有一段時間是同一個黨部 是吧 喂 如果他這樣寫 這個就真的是典型老賊 沒有人得救的 我告訴你 這些就真的是老財 是吧 反而是大公報 賈賈地這個做了大公報這麼多年的總編集 大公報極了 是吧 他有一篇文章 都是為這個曾德成叫乎 所以 我剛才那個分析 大家參考一下 是吧 不同系統的 是吧 一個要受這個 港澳公委領導 這個行政長官 就算他作為一個地下黨員 他是不需要有黨的活動 參與黨的組織 不需要的 他本身可能是一個地下黨員 他是不需要受你 這個港澳公委直接領導 是吧 很明顯就是這樣 是吧 所以 好戲在後頭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 但是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 這個人 不得人心 敗仗以情 看看他這時只有何時 我告訴你 好 休息一會 居然 說 可以 好 好 你